西班牙的婚禮到底會發生什麼事呢 你們的穿婚禮習俗 第一個 新娘全場需配帶四樣 裝喚幸福的物品 這個很傳統耶 就很傳統 因為好像傳了200年就是要一個 一老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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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不是跟美國人Copy的啊 有嗎 我也知道西班牙 英國也會有這個 對啊 你說什麼古老 什麼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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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的 新的 接來的跟藍的 對嘛 對 然後超的沒錯 對啊 美國也有啊 誰超誰 西班牙超英國 英國又超美國 應該是西班牙發明的話 是19世紀的時候 我不曉得你們是什麼時候 他現在只要講再早一點啦 美國也是西班牙發明的 好 天啊 好 我們不要戰爭 不要戰爭 裡面有什麼到底 來 來 請說… 像這個我唐妹最近結婚的時候 它是藍色的就是它的四襪套 藍的就代表他跟老公的一個忠誠 專情 藍色的 然後借來的是它 它就是something old something new 新的 老的 舊的 舊的 新的 然後再來就是something borrowed 借來的東西 還有something blue 一個藍色的什麼東西 這個就something blue 對 其實很可愛 Blue one something borrowed something borrowed就是借來的 代表他跟朋友還是有一個 可靠的連接就是可以跟朋友 如果有需要錢或是需要一些什麼 就是借來的 可是真的在英國的話 你借來的是要跟一個 有幸福婚姻的人來借 才會有這個 愛的感覺 對 也是有這個意思 就是一個幸福的夫妻 也可以借一個東西 就是帶來他們的那個 就像我們結婚有好命婆嘛 就是你的人生都過得非常順遂 很好命 就是在現場陪著新娘 好像祝福他這個婚姻也會很好命 對 好命國的感覺 隱喻啦… 差不多意思 對… 借的東西 再來是舊的 就是代表一代一代的傳下來 這個東西 像說康妹是那個媽媽的髮夾 就是跟家庭的一個連結 對… 像美國就會直接穿媽媽的婚紗 可是要看人是傳得下來還是… 他是英國但他也代表美國 對 他也代表美國 也有人是從媽媽的婚紗上面 剪一塊布下來 縫在自己的禮服上面 對 就是一個很可愛的傳承概念 傳統 對… New 就是新的一個開始嘛 他們要結婚就是New Life New Start 對… 像我糖尉是一個傳史 就是老公要送的就是數字嘛 傳史 金錢就是一個什麼 很方便嘛 結婚方便的 總是要戴一下嘛 報告 新聞 新聞的報紙就送你 沒有人這樣算New的啦 New 不然給他New Balance 不行…要貴的啦 新的東西要貴的 要讓老公就是如果要禮就捨不得 所以就是一個貴的傳史才是 這樣禮不到婚 這個算很傳統吧 還滿傳統的 看第二樣… 第二也是有關鍊的 好 他就由教父簽個新娘進場 致此除了祝福外更語帶威脅 沒錯 El Padrino Padrino其實也是有帶一種黑道的感覺 La Mafia El Padrino就是Gamster 可是這個…不是那個義大利的 不是什麼 這義大利的才對啊 西班牙都到處偷 那很奇怪耶 西班牙是全世界的所有傳統的 一個來源 一個中樞 是嗎 其他國家都是學一些 做一些變化 不同版本 你們等於是 超阿貴應該也是你們發明的吧 西班牙等於是歐洲的韓國啦 對… 對不對 那韓國人喔 韓國都說全世界都是他發明的 他們說豆漿是韓國人 連孔子也是他們的 對… 美國我們發現的 拉丁美洲的語言都我們發明的 義大利文是我們的發明 對 他更恐怖是什麼 他說吳宗憲是出生在首爾的 真的 有人在搶你喔 當然也要新當地報紙沒很啦 不可思議耶 報紙 所以你這個嘎發的 對 教父 伯利諾就是 通常大部分的國家是用 新娘的爸爸來 對 牽他上那個儀式的紅台 但我們是可以用任何的 新娘覺得比較信任的一個男人 就是因為有一種 對 伯利諾就是一種保錶的感覺 保護他 他覺得如果他很信任這個男人 對 來個身體保護 保護他 就上新娘的後盾啦 對… 然後那個伯利諾也負責講一個 就是可能寫成一首詩 或是一個文章來朗讀給新娘聽 然後給大家聽就是他們的故事 最後就講一些威脅那個新郎的話 就是可能我幫 如果你對我的 對新娘不好我會幫你結紮 或是我的 我會講這種 對…在裡面 在那首詩 所以它是有美好的部分 有幽默的 也是有威脅 就是很完整的一個 我們的婚禮也會這樣 那父親呢 就新娘的爸爸就只是參加而已 有時候也是他 也是因為他帶上那個紅毯 重點是新娘自己選的 可以選自己的爸爸 也可以選他的表哥 可以選朋友一個精美桌嘛 我是新娘的爸爸 我沒有被選上 我可能 那…可以嗎 可以啊 就是 因為他要結婚 對 然後他找九孔帶他欠他上 我沒有 我要去參加他婚禮嗎 什麼 如果爸爸要檢討啊 就是可能女兒婆 可以選擇啦 竟然是可以 因為我們這邊就是 一定都是爸爸欠女兒嘛 對 不一定 西班牙都是很自由 你們真的好怪喔 對 然後在西班牙 另外一個特色是我們的 我們是全世界 那個葡萄樹跟橄欖樹的 最大神場國 所以這是我朋友結婚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酒莊 旁邊都是葡萄樹 然後附近也會有 我們也會掛一堆橄欖枝 這都是橄欖的東西 很漂亮啦 很漂亮 就是很西班牙風 都已經到西班牙結婚了 那種感覺一定就是不一樣 對我們來說 對 他本來也是要在一個酒莊裡面 一個酒莊裡面去結婚 對 而且我本來只想要請40個人 對 對 就後來因為疫情 然後就在台灣辦嘛 有人就直接跟大家說 歡迎…都來… 所以我的婚禮最後變成400個人 就變成很多啦 本來是酒莊嘛 在澳洲我就幫她買一個酒莊下來 哪有啊 你買一個酒瓶喔 我相信啦 買酒瓶… 他們沒有請我們 買什麼酒莊啊 對 都沒有請 連喝過新男代表去參加 對啊 怎麼會這樣子呢 你要檢討啊 他沒有… 你為什麼不檢討呢 他在澳洲結婚就是為了要避著你們 就不要麻煩大家了嘛 澳洲有很專業的猛男了 我懂… 有…謝謝你喔 來…看看喔 老婆 阿卡里她剛剛結婚 恭喜 太新婚了 恭喜 我最近結婚也是辦了500桌 讓我意識到其實… 500桌 沒有 500桌 500桌 50桌 就50桌 然後就說 那個讓我深刻體會就是 婚禮就是爸媽的成果發表會 對 但是也很開心 你是混血嗎 對 我是混血 墨西哥其實也是非常重 教父教母 每個人生階段都會有不同的 教父教母 包含受洗 所以其實跟宗教 滿常綁在一起的 對 我們的教父教母其實也很重要 有時候甚至是比爸媽重要 因為你在進場那個戒指 也是其實教父教母在負責的 然後也是有一些 墨西哥有時候 如果你沒有找非常 不是找很親的人 也會找一些可能 跟有點好命婆的概念一樣 就是會找可能 也是比較幸福美滿的 或是可能位子 就是位高權重的人 來代表這個教父教母 對 人家總不能找一個 一輩子都很衰的人 然後來這邊牽妳去結婚 我們墨西哥有什麼習俗 對 我們墨西哥第一個就是 在新娘身上貼鈔票 鈔票越多代表祝福越多 好可愛喔 比較像台灣的紅包場耶 其實有點像 因為剛剛講到墨西哥的婚 你就是分兩趴嘛 第一部分就去教會 教會結束之後 在墨西哥人就很愛開趴 這也是開趴的部分 在這個晚宴上有個很重要的活動 就是新娘會跟新郎 跳完交際舞之後 大家會輪流跟新娘一起跳 然後就會貼鈔在新娘的身上 邊跳邊貼鈔 對 這個很棒耶 然後就是像這樣 然後其實就像… 這怎麼收紅包的概念 對 這象徵其實是代表說 大家對他們的祝福 然後你如果錢貼得越多 代表你以後會越來越有錢 就是在經濟上 可是我自己參加過 我朋友的婚禮 發生過小插曲 就是因為那時候 他穿的是那種斷面的 可能黏的時候 就沒有找好那個膠帶怎麼黏 黏不住 那個錢就一直掉 現場就有小朋友 大家小朋友就一直搶 對 那邊一直拿 然後錢都一直被小朋友撿光 結果後來沒剩多少錢 然後就很慘 因為通常那個錢就是紅包的概念 可是那你是當時是辦在墨西哥 沒有…我今年 因為我今年是先辦在台灣 就是完全照台灣的流程 西蘇咒 就是龍鳳掛那些什麼的 然後柯改口茶那些 老外跟…你像混血嘛 一半台灣 對 一半墨西哥嘛 所以他們反而都會穿一些古裝 對不對 對 就是最傳統鳳關俠批 對 因為就是因為有外國朋友 親戚來嘛 他們就很想看台灣的衣飾 妳穿那個古裝的新娘禮服 一定很漂亮 對 滿特別的 他說對… 對 再把照顧他就真的很漂亮 他這輩子就是很漂亮啊 怎麼辦嘛 真是的 有啦 有美女啦… 我的國家也滿像的 因為是…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婚禮 是滿不錯的 我覺得很特別 可是為了我們 因為是你們知道 我們比較混亂的一個文化嗎 因為我的國家有七十一個民族 我們覺得 婚禮的意思是跳舞的意思 台灣的婚禮我覺得有一點無聊 我們都沒有跳舞啊 對 因為我們的跳舞 不是只是三個小時 我們三天跳舞 對… 我們三天啊 對… 我們禮拜… 比十六噸還累耶 沒關係… 我們一輩子準備這個嘛 你們是派對耶 這個是大型的派對 沒錯 傳統的派對 還有我們覺得四百五百還可以的 如果我結婚的話 有可能參加一千個人 你們想一想 我這是有表弟 表哥 表妹 有六十個 這是我的親戚的六十個 還有親戚的親戚們 我們的朋友什麼的 可是我們的婚禮的最重要 是什麼 新郎的媽媽 你們看看我們的婚禮的時候 新郎的媽媽有跳舞的話 這個意思是非常好 可是新郎的媽媽沒有跳舞的話 這個是非常不好 為什麼 什麼意思 這個意思是… 新郎的媽媽不想要新娘 幸福 對 不想好 對…如果你們看她沒有跳舞的話 這個是很可怕 大家以為是 她不開心 不祝福她們 比如說我媽媽結婚的時候 我的奶奶是託孕嘛 可是故意的託孕 所以我媽媽還在跟她吵架了 已經三十多年 我媽媽說你我的婚禮的時候 你頭暈了 你不跳舞 不跳舞 還有她頭暈了 所以她還在不開心 她們一直吵架了 她說已經 好尷尬 對 三十多年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樣 她說我最特別的那天你頭暈了 你沒有跳舞 所以我不開心 這個是在土耳其非常重要 這麼嚴重啊 很嚴重 現在頭暈好了沒有 我覺得我現在知道我奶奶 我覺得她真的假的 她故意說 就沒有 她真的不祝福 她一開始不太喜歡你媽媽就對了 因為我跟奶奶聊天的時候 她說她喜歡別的女生 她覺得爸爸跟她結婚 她比較開心 可是如果那個媽媽太老 她不能跳舞怎麼辦 太老可能 這樣的 我沒有說她三天跳舞 可是有一段時間是 跳一支舞 對… 這個是比較歡迎的意思 要不然年輕人三天跳舞 沒有要跳很快 沒關係 對啊 就是她開心一點跳舞就好了 就不用跳今天是星期五晚上 對 她心裡面的 對 心裡面的一個祝福 我們一起同樂這樣子 好煩喔 第二條 對 而且我媽媽也是 我結婚的時候 她唯一關心的就是 我的婚宴場所有沒有無職 她就一定要… 墨西哥就是 墨西哥人也很在乎 對啊 接下來是我第二點 婚禮行徒背後的詭譎 傳說需透過儀式驅趕惡靈 對 就是還是有一些 明天傳說 就是宗教嘛 也可以還是綁著宗教 就覺得說你結婚的時候 怕要有些惡靈 會跟著你到新的家 所以就會有一些 各式各樣的 來驅趕惡靈的方法 其中有一個就是說 傳說在門檻之中 就是會有惡靈存在 你要阻擋他們 所以新郎在進入新家的時候 要抱著那個新娘 然後 跨過門檻 對 要跨過門檻 讓她沒有 所以才會有那種 把新娘有些影片上面 有些影集上面就會抱著新娘 然後進入家門這個意思 新娘抱 對…新娘抱 在墨西哥是有這個意思的 還有就是後面會有一些 或是在車子後面會綁那個罐頭 然後讓它再有聲響 這是英國吧 對 英國也會這樣 美國也會這樣 這只是為了鬧那個夫妻而已 對… 我們是就是要驅趕惡靈 他就會綁在後面 用那個聲響來把那個惡靈驅趕走 對… 對 像台灣的習俗 如果在傳統文化來說 結婚要讓新娘這個幸福的人 不要被邪靈 或者是一些有的妖魔鬼怪影響的話 他們就要撐傘 撐傘 然後還要有一個像那種 那個叫什麼 像一個濾網那樣子 那個篩子 一個篩子 然後上面還會印 可能八卦還什麼的圖案 這個叫做 這是一個傳統的 民間的一個故事啦 對 然後要幫你擋煞 就是會有老虎什麼那種 對 反正都是假的啦 都傳說啦 就好玩嘛 習俗就這樣 他們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 明知道是傳說 我們還是這樣做 代表說我們很重視這個新郎 新郎… 對 有儀式感這樣子 厲害… 來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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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